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第一案 生死较量 一天 陆高个儿邀请兔小弟和老司机侦探到家中做客 他们来到陆高个儿的家 先跟陆高个儿的家人玩了几圈麻将 后来陆高个儿端来了水果请两个人吃 兔小弟顺手拿起了一个大苹果 但感觉太大 陆高个儿从厨房里拿了一把水果刀 把苹果切成两半 一人一半 兔小弟同意了 但刚吃完苹果 兔小弟便捂着肚子含起痛来 不一会儿竟停止了呼吸 这可把陆高个儿全家给吓坏了 老司机侦探检查了一下尸体 发现兔小弟竟然是中毒而死 但苹果是兔小弟随便拿的 而且陆高个儿和他同吃了一个苹果 老司机侦探也犯了仇 拿着水果刀思索着 他看到水果刀一侧的缝隙里 有绿色的液体 突然他恍然大悟 明白了陆高个儿的杀人手法 你知道凶手是怎么做到的吗 答案五秒后揭晓 陆高个儿很狡猾 他把毒药涂在水果刀的一面来切水果 把沾有毒药的那半个苹果给了兔小弟 而自己吃的是没有沾到毒药的另外半个苹果 第二案 老司机侦探带着儿子小司机和外甥柴犬去游乐园玩 他让他们自己去玩 不过要在晚上五点钟回到游乐园的大门口 可是当他们最终出现在大门口时 已经是五点半了 探长十分生气 回家就惩罚你们 以后一个月都不会带你们出来玩了 这时小司机开口了 爸爸 这可不是我们的错 当时我们正在坐过山车 可是正准备下来的时候 引擎突然熄火了 老司机想了一会儿 突然板起了面口 我的孩子们 说谎是比不守时更糟糕的行为 父亲怎么知道儿子在撒谎 答案下期揭晓 上期答案 侦探怀疑的是鸦鸦 因为他哭不出来 所以故意用手遮住眼睛